再来关注中尼珠峰友谊2024陆军联合训练 今天上午 双方参演官兵在某综合射击训练场 以城市反恐为背景 展开四方移动特种射击训练 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四方移动特种射击训练 那么设置四方移动特种射击这个科目 就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双方队员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 我身后的这块巨型的射击区域 就是为了模拟城市反恐训练场景而特别设计的 队员们行动矫健 在四个方位间快速移动 精准锁定目标 完成射击 训练采用中尼双方混编同训的方式 设置了枪械障碍排除 武器切换使用等科目 这就意味着射击过程中 双方参训队员可能面临枪弹卡壳 主武器弹药耗尽等状况 需要快速切换武器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快速切换武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开始我们还有些不适应 但通过不断的练习和与中方队员的交流 我们逐渐掌握了技巧 非常感谢中方提供这样的训练机会 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技能 这个科目对尼方参训队员来说是崭新领域 为使尼方快速掌握训练技巧 教练员采取伴随式教学的方式 逐人讲解示范 分享射击心得 训练间隙 双方参训队员还互相交流了射击心得 并合唱中尼两国的传统歌曲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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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